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可以拿去上漆 那究竟由上次封号到现在的状态 中间又经过了什么重重障碍 今天就在1510告诉大家 彈古典吉他的人都知道 因为尼龙线的张力不是太大 所以古典吉他是没有调节杆的 但不代表经过长时间 古典吉他的柄不会弯 所以我都在中间加了两条碳纤 不排除将来我都会学文歌吉他 加上调节杆上去 然后再盖指板 又有何不可呢? 古典吉他的指板又平又直 不需要怎么打磨 就可以粘上去琴柄 然后再将这些品丝 逐条逐条打进去 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节目呢 主要讲文歌吉他的做法 和古典吉他有何分别 文歌吉他真的很不同 见不得上一次我说呢 我今次的琴柄已经不是西班牙连接的方法 而是需要将琴柄和琴身之间 做一个鱼尾笋 所以大家会见到我先在琴柄那边 在琴柄那边的琴柄 就要用这个舞具拌出鱼尾笋的Tenon 至于是琴柄那边的Mortis 就自然有另外一套舞具 只要两边都拌得适当 这个鱼尾笋 就应该配到留油 接着我们就来讲一下文歌吉他的指板 文歌吉他的指板和古典吉他不同的 他的表面应该有一个弧度的 一般我们就用R16的一个弧度 如果买来的指板是平的的话 那就要经过多番的打磨才可以做到这个弧度 既然指板是有弧度的 所以打下去的品丝也都有一个弧度 所以所有的品丝都是经过制练过的 全部都是R16的 除了结构性之外 文歌吉他的指板 连装饰性都和古典吉他不同 大家如果之前有留意我做古典吉他的节目 就会发觉指板旁边是双木条 但是文歌吉他呢 就多数会贴用ABS的胶条 此外啊 刚才也提过 文歌吉他呢 因为它的弦线的将力比较强 所以中间呢 是要安装一条调节杆的 要把调节杆陷入这个琴柄呢 就必须要很小心拖一条坑出来 否则就全功尽废了 安装好调节杆之后呢 才可以将刚才预备好的指板盖上去 搞了这么久呢 我才将文歌吉他的进度呢 追上古典吉他 再可以两条鱼一起煎 之后呢 我就将两个吉他的花边呢 都做一些修饰和打磨 然后呢 就为两个琴的琴桥 就是用了铁桥的位置 和你别遮蓋用的美文胶子 由于文歌吉他呢 我便做来呢 送给一位重要的人物的 所以呢 我就想在琴头呢 商务呢 这个吉他的主人的Initial 呢 今次我采用的呢 就是用激光机挑黑的方法 就将两个粒字呢 就挑在玫瑰木板上面 然后呢 再用风木挑出突字 再箱嵌落到玫瑰木板上面 一个很有个性的琴头就成形啦 之后就不用问 就是将两个吉他的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每一个角度 都做一些适当的打磨 那现在在整个打磨过程里面呢 我都是用120号的木工沙子的 用完机器打磨之后呢 我还要用人手打磨一些机器打磨不到的地方 令到两个琴的每一处地方呢 都是平滑没有凹凸的 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 卡罗斯花了这么多时间 去打磨这两个吉他 是不是已经可以开始去上七呢 我告诉你是不是 因为呢 刚才呢 我只是用了120号的三箱子 做了粗量的打磨 将所有曲线都磨到位置 指板呢 也都磨到对使用者的手型 还有很大段距离 因为呢 我还要转用240号 800号 你自己1000号的三箱子 逐层逐层打磨 令到木的表面完全平滑 这样才可以拿去上重甲七 如果稍微心急 都没平滑就去上七呢 之后遇到的问题就会更多了 要知道这两个吉他槽 好多去到他们的主人手上 他们的主人是否满意呢 就要继续看下一集了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卡路斯喜欢我的影片的 请你订阅加赞和分享出去 拜拜